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直黑战胜了我 那么第三盘呢 就是决胜局了 在这之前呢 我们和中日冠军之间的这个番棋对抗呢 我们已经连输了八戒了 一次都没赢过 那么能不能打破这个零弹呢 这个我当时觉得 弹子上身 就是肩膀上弹子很重 这盘棋呢 我是猜先呢 也猜的不是很有力 猜到白棋 这盘棋呢 也是 是我这个 下完之后呢 我和林海峰两个人都感觉到 是我们俩儿这个 我下棋已经三十多年 他下棋已经四十多年 那么是我们双方这个 在自己下棋的历史上 所遭遇的一盘最激烈 最这个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 后来的这个变化是多得不得了 非常的 非常的复杂 而且那个 我已经在后来是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的时候呢 又是神魂颠倒了一下 最后出了一些不该出的毛病 经过这个349手的这个激烈的搏斗之后呢 最后数起呢 林海峰呢 赢了我四分之三子 现在呢 我就把这盘棋的布局呢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林海峰黑起 还有新 还有新 二一新 双脚 来起 这是非常普通的这种下方 可以去挂脚 提前提前 这也是流行性感冒 非常的多 凡是这种发烧 其有都是这么下的 流红下量也多吗 挺多的 挺多的 下有一个字 对 可以打下来 好 林海峰闭 这在以前的这个定势中呢 白起都是一样 那么黑起立 白起跳一个 白起跳一个 或者 拖鞋站大厂 或者跳 这是这个 在以前的这个 布局中 都是这样 那么这盘棋呢 我就想打破常规模 做一个新手 而且是我以前 也研究过 实际上的 我是挡下来 那么现在 黑起如果立下来 那么白起 飞 就跟这样呢 还原了 反正 正常的话 就应该这样 但现在黑起呢 黑起它 变化了一下 它先立 那我飞这个时候 它就可能 不立这个 它就管得上 这样的飞 就有点问题 压的话 就像刚才 我为什么不太满意呢 因为这个子的位置 是低的 假如高的话 我可能就压了 低的是比较 照顾失控 就是取地嘛 那这个呢 又是取势 就好像一些矛盾了 所以我这个 把这个地守住 黑起现在不肯 如果这样走 白起走 黑起这两个交换 吃亏了 黑起必然 出头 白起扳 黑起也扳 白起长 现在呢 由于这个 几手交换了 白起这个 越来越 显得要成空 黑起火 白起扳 现在呢 有一个明显的断 但是大家切记 这个起不能随便断 假如断 白起会叫吃 嗯 打住 白起会 打住 叫吃 这样的黑起不敢吃 因为他这一叫吃 一吃 把这角落吃 那只好委屈的不看 那么外头呢 白起也都是白起 黑起不行的 是吧 对 所以黑起不能断 这是白起给黑起设的圈套 黑起就压 白起扳 现在 黑起还是不能断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还是不能断吗 还打吃 还打吃 接住 哎 管吃 那么这个 很这个 很委屈啊 这里面还将来冲断 还只能接在这 那么这关子也 被白起刮走 白起现在拐头也可以 拆的也可以 沾大肠也可以 这白起 速度也比较快 这已经捞了一很大一块 然后 这还有一块形式 黑起这个都比较小 白起不太 白起不怕 黑起这样的 这样的小的时空 是不怕的 所以丁海峰没有断 加一个 对 加一个 黑起跳 黑起是 灌过去的 灌过去的 这 黑起这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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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琪,尖頂,白琪插,白琪拖。 這個拖很巧,黑琪扳這個不行,白琪斷,那顯然不行。 如果頂這個的話,白琪就打持這個。 你過來看,他把這個踢了,這兩個刺掉。 如果接住呢,他可以擋住了。 所以這個時候拖呢,他不用打這個,就直接拖。 黑琪照顧翻,白琪退。 黑琪,白琪小尖,這個也是要走的。 如果不走的話,那麼黑琪一搭,白琪很難搬。 大家注意這個琪形啊,這個形的弱點就是,黑琪搭。 白琪只好擋住,黑琪一搭。 由於有這個刺,白琪不能穿,它不能增掉,只好接住。 只好接住。 那麼,這一關。 黑琪安定了,白琪腳上的失地呢,也受到了損失。 那麼,也就是說,走了這個之後呢,黑白琪要補一個。 為什麼補在這呢? 就可以看出,一打,再點的時候,可以團了。 可以團了。 假如再斷了,就關門吃了。 這個,雙方就在這個地方呢,就是,採取這個。 都是,要瞄著白琪的弱點,白琪就補一個。 補一個之後呢,這個腳呢,已經確保了15目, 而且還上外面可以發展。 有機會的,還得攻它。 來,繼續做這個。 來,繼續跳。 來,繼續跳。 一起站一個大腸。 嘿,站一個大腸。 來,繼續跳。 繼續跳。 這要補不讓那方打路, 藉著攻擊,把那個褲子消掉了。 嗯。 來,繼續掛。 好。 黑琪跳。 黑琪飛。 黑琪飛。 好。 這盤琪布局呢,就到這兒呢, 嗯。 告一段落了。 告一段落之後呢,我們看一看這個形式。 黑琪呢,是拿了這個左下角, 右下角, 右上角。 白琪呢,是拿了下邊。 左上角。 上邊。 現在呢, 黑琪呢, 嗯。 這個, 腳上的空, 大概是, 將近二十目。 這邊呢, 那空呢, 十目。 有三十目。 那麼, 這兩邊呢, 大概有一邊能成空。 可以到三十五目。 接近四十目。 三十五目。 這塊琪呢, 一路半端是先手。 現在有九目。 那麼, 這個架起來已經有五十目了。 這裏有一點點。 這個只能說有一點點。 因為這一斑, 一腳吃。 是吧, 一點點。 白琪呢, 這個角呢, 現在是十八目的樣子。 十八目。 這邊呢, 嗯。 有二十五目的樣子。 二十五目。 那四十三目。 加上這兒呢, 有一個。 接近十目吧。 這兒不能算, 它可以打入。 接近十目。 現在, 十八目。 加上二十五目。 四十三。 這五十目強一點。 黑琪呢, 也是四十目強, 加上五十目。 五十目多的。 所以現在, 這盤棋呢, 進行到這兒。 我認為這盤棋, 就好像, 又像剛剛開始一樣。 還是, 大家呢, 你來我往啊, 正好就回頭了, 好像起跑點一樣。 呃, 白比賽跑。 我們, 好像一塊衝出去。 跑了一段的時候, 實際上的這個效果, 跟大家在起跑以前一樣。 像我們兩個一樣, 都站在那個起跑點, 還沒有開始跑。 這樣呢, 這個佈局呢, 嗯, 進行到這兒呢, 作為白琪來說, 應該可以滿意了。 因為對手也很強。 他只黑琪先走的話, 應該有一定的這個, 呃, 怎麼說呢, 應該有一定的優勢吧。 而呢, 進行到, 正佈局完了之後, 白琪還跟黑琪保持著平衡。 我認為呢, 這盤旗呢, 之所以白琪一直都行事不錯, 有勝機。 後來, 雖然最後是, 該贏的旗沒贏下來。 主要的, 呃, 白琪能有這樣的形式, 主要的原因是, 布局呢, 下得非常的出色。 這個新手也獲得了成功。 所有的旗的形象都非常的完整, 沒有一個地方有缺陷。 所以這盤旗呢, 布局呢, 呃,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到這兒。 後來, 雖然最後, 這盤旗輸掉了。 但是, 我覺得這盤的布局, 還是非常好的。 呃, 所以, 特別把這盤布局摘錄出來, 給大家介紹一下。 請, 大家仔細體會, 這個布局中的妙味。 好, 這盤旗我們就介紹到這兒。 請問, 請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